每年10月份是舉行婚禮的大旺季 但面對全球疫爭大流行的2020年 香港特區政府對婚禮及婚宴等 高風險人群聚集的活動嚴格規管 推出的限制令措施中表明 婚禮不能多於20人參與 由香港婚禮顧問坦言 措施令今年婚禮生意大減 超過8成的婚禮因此改期 即使舉行婚禮 新人都選擇一切從簡 在人人都注重個人衛生及防疫的時刻 作為婚禮顧問的歐惠芳 已為婚禮準備多項防疫措施 限聚令令大部分親友不能到現場祝福 新人們都會因此絞盡腦汁 為婚禮加入各種新元素 務必令每個親友都能參與其中 疫情之下作為婚禮顧問 我們都準備了很多防疫措施 首先來參加的親友 我們都要填一個健康申報表 在門口和我們量體溫 兼斜我們準備很多搓手液 消毒液或者噴霧 甚至口罩我們都準備了很多備用 還有一個新興的趨勢 就是現場直播婚禮 甚至我們都會做網上敬茶儀式 譬如媽媽在加拿大 我們叫一對新人在香港跪下 然後雙手奉茶 在螢光幕前 媽媽看到這杯茶 當然她自己在加拿大 自己準備了一杯茶 然後自己喝回自己的杯茶 喝完茶之後 媽媽可以對著對新人 說祝福雨祝福他們百年好合 永結同心 所以其實距離可以說很遠 也可以很近都可以 香港婚禮一般有三步 第一步是接新娘 第二步是註冊登記 第三步是白酒宴可 歐慧芳表示 現在大部分的婚禮只能進行前兩部分 但認為只要心意不變 簡單的婚禮也能收穫滿滿的幸福 2020年是雙春兼潤月 其實是一個很好的年份 婚禮是重要的 但安全第一 如果疫情控制下 是好轉左的 當然我們希望限聚令可以放寬 總括來說 今年保留中職儀式 保留註冊 放酒搬去夏年 其實是一個挺好的解決方案 因為你希望賽事 很既然能進行 我希望你能進行